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台湾科大的校园 来访问到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是两三个礼拜 我在这边餐厅吃饭的时候 正好听到他跟另外一位同学在聊天 谈到说他到北京去游学的时候 对北京的大学生的观察 跟台湾的大学生的一个比较 那我当时听了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想请他帮我再说一下 在他到北京做游学的时候 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那时候到北京没有太多的想法 就想说一个体验吧 然后就过去了 但是去那边体验生活之后 看到了他们的学生 然后在就是回来之后去想了一下 他们的学生跟我们学生到底区别在哪里 其实并不是新闻所报道的 就是他们很认真 对他们就是很 数值很高 不是就是很 就是新闻报道的是比较负面的嘛 是负面的 你说大陆的 就是台湾的新闻 你现在讲的是台湾的 对对对 去说大陆的 就是学生数值不好啊 什么就是 你说台湾说大陆的学生数值不好 也不是说就是大陆人就数值不好吧 但是在学校里面看到的就是大陆朋友 他们的其实跟台湾人没什么差别 就是比较认真 然后他们就是把时间都拿去念书啦 那当然也会去玩 但是跟台湾比起来 就他们真的是比较厉害的一群人 就是竞争力是很很强大的一个一群人 对 那你觉得竞争力强大这件事情 是值得借近的吗 我们台湾也应该要 是哦 因为太多台湾人 不愿意到中国去看嘛 不愿意去走一走 那我觉得 其实回来之后 我觉得北京并没有那么的差 就是中国的首都 其实值得台湾的同学 或是台湾人 过去看一看 就是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回来之后 会给自己一个警惕吧 就会 那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啊 嗯 你刚刚说去那儿看看 有不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人吧 然后环境吧 人怎么样 人 他们 他们 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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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就是比较 跟台湾比起来不一样 他们是 比如说学生来讲好了 他们是很积极的去参加每一个活动 每一个哪一类的 学术的 学术的 还是社团的 跟社团也有 学术社团或是竞赛啊比赛一些的 或是他们学校 大陆的学校 其实跟 如果我没有过去我不知道 就是跟很多国外的大学 都有所谓的双联制 然后就是 在 大陆念两年 然后可以到 国外去念两年 然后拿到双学位 又可以在那边升硕士 但台湾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像我们学校 就目前都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才刚开始 就是左手进行而已 所以我觉得 教育部分也差 就是体制啦 也差的蛮多的 然后他们 说到 说到老师好了 老师也没有 也没有我们就是 所说的那么的 教学科班 就是 就是会照教科书上去念 你说台湾的会照 到大陆的 大陆的会照 教科书上去念 我去之前 我们老师是这样跟我说的啦 说大陆的老师会照教科书去念 但是其实没有 就是其实 教学都还蛮生 生动的 就跟台湾比起来 那是因为你是去的是 哪一所大学 是不是因为很著名 所以才这样 北京 北京科大 北京科大 是属于 怎么样的level的 前四十吧 前四十的 就是他们的酒吧 前百大的四十名 这样 是 对 那 你在台湾有看到我们的老师是念照着书念的吗 台湾喔 有啊 还蛮多的 在你们学校就有吗 齁 有 有多少比例 多少比例我不敢说 但是我就是有遇到 有遇到 那也许就是一两个 一两个 就是不太会教书啦 对啊 但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 就是既然不会教书 那 那为什么又要出来教书这样 就很奇怪 那是不是他很会做研究呢 说不定吧 可能 就是说以你看 观察到你那个很会 让同学念书这样 念课本的这样的老师 他很会做研究吗 就你观察到 那说不定吧 可能某一方面 某一方面特别的有成就 但 但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走入了教学这部分 就因为上课大家都 都是在睡觉啦 大家都会想睡觉 因为真的 真的 真的提不起劲这样 对啊 所以 你认为说 现在大陆的学生 他们的 这个 竞争力 是因为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环境 教 教育的环境 嗯 应该不是说教育的环境 是他们社会的环境 就是大体制下 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14亿人口 然后竞争 然后竞争 那我们台湾相对来说 你认为我们的台湾的竞争不够大吗 没关系 你拉开就可以了 台湾的竞争 台湾 台湾 台湾竞争的话 台湾竞争要看 就是看你是在哪个区 我这么认为 如果你在台北 当然会比台中 跟高雄 竞争力来得大 就都市部分 就城乡差距是很大 但大陆也是这样子 那 台湾竞争力 我觉得没有 没有真正的国际化了 所以你觉得大陆的 国际化的程度 在学 在教育界的 国际化比台湾来得深 也不是这么说 就是彼此都有自己的强处 但就 学生部分来说 他们的学生 确实是 到处国外都有 到处跑 真的是 每个 每个国外知名大学 都会有大陆 一两个学生到三四位 都在那边念书 对 那相较于台湾 是有 但是 相较起来 是真的不多 因为我们也口小 也会 一比例来说 可能 可能这样也有关系吧 对